观众朋友您好 现在您收看的是明镜新闻台 我是徐卫林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明镜新闻台 并且开启小铃铛 如果新节目发布 您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首先来看的中国新闻是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提出重大立法 意在透过促进人权 提供安全援助 以及投资打击假讯息 提升美国对抗中国的能力 并且呼吁与台湾强化伙伴关系 这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获得美国两党支持 参议院外委会预计 会在本月的14日举行会议审议法案 综合媒体报导指出 这份长达280页的 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重点目标是在确保 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 有力量在国家和国际力量的 所有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 强化美国处理中国政府威胁的 外交战略 重申美国决心支持印太地区 以及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 要求美国重新确立在国际组织 以及其他多边论坛中的领导地位 这份草案强调 美国政府必须优先考虑实现 美国在印太地区 政治目标所需的军事投资 确保联邦预算 与跟中国竞争的战略要务 适当且一致 该议案建议美国在2022年至2026财年 为该印太地区提供总计 6.5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资金 并且为印太海上安全倡议 以及相关项目提供总计 4.5亿美元的资金 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建议将印太地区的安全援助 列为优先要务 加强美国的外交努力 在西班囚 欧洲 亚洲 非洲 北极和大洋洲 处理中国构成的挑战 法案亦要求加强与台湾的伙伴关系 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不应该限制美台官方的接触 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主席 梅嫩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相信这项努力得到了必要的支持 下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将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这项草案 之后不久参议院全体议员 也将通过这个法案 除了这个草案之外 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将于4月14日 举行听证会 讨论民主党以及共和党提出的 无尽疆域法 希望借此扶持美国半导体产业 好 那么另外来看 中国经常迫使政治异议人士 在央视公开认罪 如今却踢到铁板 瑞典维权人士达林 就曾经遭到北京逮捕 并且被迫在央视报导中认罪 之后他被迫遣返到瑞典 成为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负责人 联合其他被害人在全球各地 发起投诉央视的行动 目前已经让央视在英国被撤销执照 澳洲被停拨 而美国 加拿大 法国都展开调查 综合媒体报道 达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透露 2016年他在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工作期间 与北京住处遭到数十名公安逮捕 连女友也受到波及 达林在被带走失联的两个多星期之内 遭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没有律师 连日的马拉松式审讯 长时间的日光灯照射 甚至连每日必须服用的药物也被没收了 与达林工作毫无瓜葛的女友 也被关押在同一处不对外公开的黑监狱 并且一度被威胁十年的牢狱之灾 达林回忆当时仍然是余悸有存 关押两个星期之后 达林录制了认罪画面 达林同意配合讲稿上央视认罪 原因是因为当局事后表明会将他驱逐出境 也希望女友能够尽快获释 他在镜头前说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 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对此我深感歉意 随后他就被获准保外就医 达林说自己被蒙上双眼 送至北京机场 搭乘飞机飞回瑞典的班机 并且被告知十年内不得入境中国 他同时被关押的女友也在当天被释放 由于中国近年对公民社会的打压越来越严厉 上电视被认罪的模式也更加频繁 重获自由的达林在2018年时 与一样曾经在上海被认罪的英国前记者 以及商人韩非龙共同召开媒体发布会 议题聚焦在央视和其下属的国际传播机构 CGTN在英国违规营运行为 此外还有香港铜锣湾书店 瑞典籍香港书商 贵民海女儿Angela 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 以及前英国驻香港领事 雇员郑文杰都在保护卫视的支持之下提交类似投诉 在经过一系列调查之后 英国通讯管理局今年2月宣布撤销CGTN执照 如今已经是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保护卫视的达林 在英国对央视开出第一枪之后 也在美国、加拿大、澳洲以及法国采取行动 今年3月SBS宣布暂时停播CGTN 以及CCTV4的认罪电视认罪内容 加拿大、法国与美国都已经对投诉展开调查 达林表示他们的目的不在于 让CGTN或者是CCTV4在各国停播 而是要逼央视停止配合中国共产党 参与这种违反人权以及法治的行为 美国跟中国近期多次为了人权议题 针锋相对 中国人权研究会今天更是发文批评 美国打着人道主义干涉旗号能对外动武 导致人权人道主义灾难 还呼吁美国丢弃私利至上的霸权思维 才能使各国人民都能够真正享有各项的基本人权 综合媒体报导指出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管的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 美国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一文 统计全球自二战结束到2001年 共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 当中约81%是由美国发起 文章认为 美国发动的多数侵略战争都是单边主义行动 甚至遭到盟友反对 不单只是夺取大量各方军人的生命 更是造成极为严重的平民伤亡 以及财产损失 导致人道主义灾难 文章列举美国发动韩战 越战 海湾 科索沃 阿富汗 2003年伊拉克 以及2017年叙利亚战争 带来一系列难民潮 社会动荡 生态危机 心理创伤等等 批评美国 动辄以单边战争手段来解决争端的思维模式 本身就存在问题 认为要丢弃私利至上的霸权思维 才能够避免人道主义干预 变成人道主义灾难 才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才能够使各国人民都能够真正享有各自的各项基本人权 这项报告被不少官媒转发 获得不少爱国的小粉红支持 形容从实力和地位出发和美国聊天 赞扬中国是灯塔国 又有网友要求将文章翻译成美文 看看美方有什么样的回应 根据了解 中国近期对美国人权议题穷追猛打 先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来在记者会上公布美国人权五宗罪 不过如果是中国想踩着美国的人权议题 为自身人权问题洗白 那或许就要大失所望了 发广指出国际特赦组织 本月7日公布年度全球人权报告 报告对全球147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做出了总结 这份长达500页的报告中 有关中国的内容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人权状况继续恶化 北京政府加强对人权捍卫者和一些被北京认为是异议分子的打压 与此同时 北京政府加强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系统性的镇压 包含针对维族穆斯林的再教育营 以及各种残忍的种族清洗手段 强迫劳动等等的问题 还有试图消灭蒙古族传统语言的课程等等 报告同时也列举在疫情期间多位被捕的公民记者 至今依旧有人下落不明 美中两国近期不断在印太地区交锋 美国海军马金岛号两栖戒备大队 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到南海 进一步要加强在南海的军事部署 还发出舰上官兵实弹演讯的照片 秀肌肉的意味相当浓厚 同时针对近日大批中国海上民兵船 持续集结在南沙巡岛年二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与菲律宾外长陆星通话表示关注 综合媒体引述南华早报报道 根据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公布的消息指出 美国两栖攻击舰 美金岛号两栖待命支队 从7日晚间到昨天凌晨 使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 队内还有两栖船物运输舰胜地雅各号 美军印太司令部昨天也在推特上证实 美金岛号舰上官兵正在参与实弹演训 并且附上照片以及主题标签自由开放印太 公开资料显示 马金岛号两栖攻击舰是美国海军一艘两栖攻击舰 是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的第八艘 也是美国海军第二个以马金岛命名的舰艇 在此之前4月4日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也进入南海活动 与马来西亚进行练习 这是该航母本年度第三次进入该区域活动 新加坡南亚理工大学拉扰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 徐瑞琳表示 这不是第一次由美国两栖待命支队使经南海 但是鉴于目前南海局势紧张 美方此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徐瑞琳说 罗斯福号在南海活动加上美金岛号 显示美国对区域的安全承诺 尤其是对美非同盟的义务 与此同时 苹果日报指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与菲律宾外交部长陆星通话 对于近日大批中国海上民兵船持续集结 南沙群岛牛二交表示关切 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 布林肯在通话中重申美非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 而这起事件起因于3月初 中国数百艘船只聚集结 集结在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南海牛二交 尽管中国辩称这些船是为了躲避恶劣天后 船上并没有民兵 但是菲律宾指控此举已经对南海构成威胁 中资企业近几年积极收购全球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品牌 意大利卡车生产商威凯 最近也传出可能会出售给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引起意大利官员的警惕 右派联盟党主席萨尔维尼以耻入来批评这项交易 同时意大利政府也考虑将国家保护范围扩大到汽车以及钢铁行业 加强外资所有权审查 以保护企业不受中国影响 自由财经引述彭博报导指出有消息人士透露 意大利护卫护以及捍卫威凯 也正在评估是否可能把黄金权利法条款延伸至 目前被排除在经济框架中具有明显意义的部门 好 谢谢您收看中国新闻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订阅明镜新闻台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再会